我今天這個短講是要講說怎麼樣讓電腦自己產生長頭絲 現在長頭絲很流行嘛 因為罷免不能宣傳 所以就要詳盡各種辦法的長頭絲 那這是用人工去寫的 那我們是不是有 我們有可能讓電腦自己去產生長頭絲 因為你要做長頭絲的話 你必須要去想說 我哪個位置我這個要 中間要怎麼樣去抽這些字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人工智慧或是搜尋的方法 去把這些字給抽出來 那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那我是有試著去做一個長頭絲產生器 然後他可以把這個 就你輸入罷免過半植物再見這樣 可以自己產生出下面的句子 那我等一下會講說這個句子 他是用什麼樣的原理來產生出來的 那要產生句子了 其實這個概念 我們可以先從Google搜尋開始講 比如說你輸入一個記 那Google會給你什麼字 然後會給你下面這些 然後這個還會有排序的 比如說記止物這個詞 他最近常被提到 他就會被排在最前面 我們可以用這種類似的概念去 就當使用者輸入一個字 我們就可以把後面的字給湊出來 那要做這樣的運算之前 我們必須要去收集很多很多的資料 像Google他有收集很多這些過去使用者輸入的東西 那我們要做的是唐詩 就是我們要收集的是唐詩的余料庫 余料庫這個詞我先解釋一下 就是在在我們語言學裡面 就是它是收集很多大量的文本 通常把它做一些整理後 就方便做計算用的 那我做這個長頭之產生下 我就是先去大量收集 大概全唐詩總共有兩萬手 然後做為這個余料庫 那我們有這個余料庫之後呢 就可以像剛剛那種Google收集的方式 比如說 吧這個字可以收到一個句子 免這個字可以收到一個句子 過就可以收到一個句子 半就可以收到一個句子 這樣四個句子就可以組成一首詩 對 可是這種方法有個缺點就是 句子和句之間 因為它其實就隨便剛好字可這樣湊詩 它沒有什麼關聯性 也可能剛好有一個字 你找不到它 比如說剛好是在首字 就可能有找不到你想要的句子 當然這個 你每一次都產生出一樣的東西 它就感覺好像都是套好的 沒有什麼變化性 或是這兒會被發現是超級 譬如說這樣 像剛剛這個有什麼過經遷返借伏性 這一看就知道它是從某一首堂子抓出來的 所以我就想讓它有一些變化性 或是讓電腦去學習 產生一些新的東西 就要把這個過程弄得 讓它比較有智慧一點 然後我用一些人工智慧的技巧 就是 他們從語尿庫裡面去學一個語言模型 然後去學習這個模型 學會以後呢 就是用這個模型就可以去 湊出比較有可能的句子 就是一個機器學習的感應 像現在很紅的Big Data 就是屬於這種機器學習的 就給很多很多資料 然後去從下面去 用一些統計的方式去學出一個模型 會有這個模型之後呢 就可以去給新的東西進來 它根據這個模型 會進行一些運算 運算以後就會產生出一個句子 那首先我現在講說 這種語言模型是怎麼製作 比如說 像是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這首詩 那我們語言模型 可以有比如說一個一個字的 把它這樣切開來 就叫用語言管 就是用 比較簡單的切字方式 切一個一個 切完以後再做 持平統計 像是頭啊 頭啊 出現兩次就是 頭就是兩次 那床 只有一次 這裡就是 就做這種 制術統計 這種叫Uni管 還有一種模型 叫掰管 掰管就是兩個字 兩個字 比如說床前明月光 就把它切成床前前明明月月光 這樣 然後一樣給它做統計 它可以發現明月這一組出現兩次 然後地上出現一次 就我們用這種語言模型 就可以去從三個比較固執中 去統計說 哪兩個字是比較常出現的 或者哪些字比較常出現 再來 我們要的就是從這些磁平的去 剛剛的那些磁平統計 去湊出一個比較有可能出現的句子 那這個 我們用一個模型叫做那個 Mark of Model 所以我們找到一個字 然後 去 用前面一個字去推測說 下面哪一個字 要可能是什麼 還是這邊可能 要數學一點 那 就是 比如說我們想要抽一個句子 一個句子裡面有五個字 那 這X大的S是一個 隨機變數 然後 W是我們想要找的字 比如說這樣一個句子好了 我們可以用這種 比如說先找第一個字 然後再來是 用第一個字的條件機率 去找第二個字是什麼 然後再用第二個字 條件機率去找第三個字是什麼 這樣看起來 這數學好不詳 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白日一三星 那白日一三星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統計模型去 比如說 第一個字是白 用白去算 白日這個 這兩個字一起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這樣子 這樣子算下去 然後 再舉個 怎麼會產生出我們想要的句 就 比如說 白這個字 我們給定白這個字 就可以用剛剛的公子 但是 就是因為 我們已經給定了這個條件 給定了這個條件 就可以去找它的 就是算它的條件機率 然後去湊這四個字 看這四個字哪一個 到底要什麼樣的組合 才可以讓這個值算出來是最大的 就算出來是 如果一個最佳解的話 就是表示說 這個句子在語調庫中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句子 這樣就可以 湊出一個句子 然後它湊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當然是這種方法其實還是有蠻多問題 就讀起來可能語意不是很通順 雖然說它 看起來是還蠻像的 可能有一點感覺 這是我之後會 再想辦法把它改進 然後 當然缺點就是 語句不夠通順嘛 或句句子之間沒有什麼關聯性 或者我會想辦法用一些 自然語言處理的方式 這種 這種 屬於更複雜語意 統計的模型把它做好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有開源的 這樣 謝謝 謝謝